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论上面说明 若行任云 千戒 数戒 供养善事等次 一切善行一会能摧坏 经过一千戒 布施等等 结局的内习 供养善事等 那是不得了的 亲自供养佛 我们晓得佛法当中 我们佛教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阿余王 阿余王 了不起 在印度那是真是了不起 阿余王这个人叫阿修高 在印度什么地方最有名最好的东西拿这个 印度那个钞票上面 印的那个东西就是阿余王那个标志 三十十字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感受当中 阿余王的印度是无处其有的 无处其有的一个人物 在我们中国还很难找到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呀 他的武功 文史 武功的行 三方面都是 做一位千古的人 所敬仰的 我们现在比如说汉武帝唐太宗 武功很甚 但是他的对心也不一定特别怎么样 当然这种人的话 有他的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这是我 实际上我也并没有研究历史 不敢随便的衡量 可是我的感觉的的确确 印度的地位是无处其有的 他为什么敢到这个国宝 福在世的时候供他 什么什么 一个沙 对不对 就在那地方 哎呀 看见佛来了 照着那个什么东西 好像我记不住了 好像是捧了一捧 沙尔表的怎么样 去供了这个佛一下 又赶得这么大的果报 你现在呢 不是什么开个玩笑 不是捧一下 经过一千阶的时间 然后呢 你书记得供养善事等 供养富途等等 持一气善心啊 这么大的功德 你就要发一次脾气 摧坏掉了 哦 这么个严重的法 是如其声用俗说 禄与禄行 漫术势力游戏经说 摧坏百戒 书戒种善 那个是上面 这一位祖师 说了 落在里边的 还有呢 下面这个是论 这个论下面还有一个经 经上面 什么说呀 你这么一发一次称性 就摆戒属记的总善 这个里边 所以记得各式各样的善 就是发一次脾气 那就摧毁掉了 经论上面 都这么说 又应入中论 也说 又去刹那 奉会以乐 能吹百戒修习 失戒波罗密度 所接诸善 刹那还是一下哦 升起这样的这个称念来啊 就把百戒当中所修习的 看哦 下面这个非常严重哦 失戒波罗密度哦 不是说普通的布施哦 他是修习的布施波罗密度啊 换句话说 他这个百戒当中修的什么 是菩萨形哦 我们请问 现在我们这么布施 我们这慈戒 有没有跟菩提心相应 跟大菩提心相应 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哦 他经过了一百戒 这样去修一些 属记得诸善了 这么发刹那的称回你 破坏掉 这一点啊 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文字念过 一定要把它深刻的记在心里面 当你了解了这个概念了以后啊 现在我们就不但应该注意 不要发脾气 而且应该注意到 称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啊 所以平常啊 我们见解特别强的人啊 动不动好欢喜 个人家争论的人啊 千万注意啊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是发脾气秤的 但是就因为那个见解 摆在那地方 梗在那里 动不动啊 接在那里 等一下一下就发起来了 一发害了 这么个严重发 所以我们必定要深深地找到这个因素在 深深地找到这个因素在 那么这个是 讲这个坏善根 这么个厉害法 不过这下面有个特别说明 说这么个严重的摧毁的这个善根啊 这个称啊 是要称什么样的对象呢 就续称何谨者 或说菩萨 或说仲敬 前者与入中人所说相福 那么这样的严重的坏善跟发脾气 是不是一般发一个脾气就算了 还是那个发脾气的对象有特定的呢 所以说 称什么样的对象 那个境啊 就是所称的这个境界 有的嘛 所称的这个对象一定是个菩萨 有的是说 不管你只要发了脾气 对任何人 这样 那么这个两者当中啊 是前者 所称回菩萨那个 是跟入中人所的符合的 如云 又称祝福之百戒是戒善 刹那能垂坏 因为在这个入中人上面 有这么一个说明 由于你称会诸佛子 佛子的话一定是菩萨 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 你要摆戒 所秀的这个失戒之善那 那么一刹那 一刹那称会一个菩萨的话 就 就 害了 就害了 实际上面呢 我们最近在读大宝基金啊 大宝基金上面也特别指出这件事情来 所以最后啊 那个架势争扎怎么说啊 对啊 这个事情这么严重啊 但是谁是菩萨 我也不知道 那么 为了这样的起见啊 那不管是哪一个 我是绝对啊 不能发脾气 他后面等一下还说 这个境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那就下面马上就有了 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 不可以 同时我们了解 他称会菩萨里面的圆满啊 他在什么 在调和我们自信 既然调和我们自信的 我们管他 对方是菩萨 不是菩萨 对不对 修修复发的 我们目的一定要 把握得住 这个地方 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说 万一是个菩萨的话 这么个严重法 可是真的重要的话 不是在乎你避免那个过失啊 你念圆满这个菩萨 所以我们必定要 在这一点认识了以后 这个境界不管是哪一个 不管是哪一个都不能称